而現在柯文哲是被升壓的 那在北檢外還有小草門 不離不棄 現場連線記者楊佩玉 好 我們先持續的位置呢 就在這個台北地檢署外頭 那麼現在的氣溫 依舊是非常的熱 那麼在剛才下午3點30幾分的時候 這個館長陳之汗也到現場了 他早上呢是只有送的飲料 還有食物過來 那麼下午3點半左右呢 他是本人親自到現場 不過啊 一到場的時候 就大酸啊 說這個 果然跟他前一天料中的一樣 早上警方就來舉牌了 一起帶你來聽 來聽啦 台灣越來越進步了 當年我們的執政黨 無論是蔡英文 賴清德等 大家都在說集會 為什麼今天大家會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覺得 這是一個不公益的事情 大家說對不對 對 這是什麼 這是人民已經有意見了 照理說聚集人 為什麼要被集會遊行法 因為當人越來越多的時候 就代表 肯定政府有哪裡 人民認為他做錯了嘛 大家才會陸陸續續的聚集起來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對 那今天大家居然做什麼 當年的民進黨 現在說 我認為這個叫違反 集會遊行法 叫這些辛苦的警察 我有看到 他們居然舉牌了 我們可以知道 館長一現身的這個現場 小草民眾黨支持們的情緒 是更加的激昂了 尤其啊 剛館長在發表這個談話的時候 他也特別提到說 現在解釀 關於說 柯文哲太太陳佩琪 只要去ATM存錢 難道也會變成證據之一嗎 馬上就直接來鼓動 現場小草們的情緒 說現在如果是難道去ATM存錢 都會被抓嗎 然後現場現在的小草們呢是持續的 剛才是持續簇擁在館長的周圍 不過啊這個分配液體高 其實下午的在大約是兩點多的時候 這個台北市環保局也派人來 這個測這個噪音 就是希望說現在是今天是假日 那麼這個分配數也不可能 不能再過高了 那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整個下午的時候 這天氣還是非常的熱 因此今天下午館長呢 也送上了 再度送上這個飲料 還有食物等等的 那麼現在就在稍早的時候 其實啊這個民眾黨的立委黃珊珊 也在臉書發出了這個連數的這個訊息 他說請小草們趕快來連數串聯 來挺這個民眾黨的黨主席柯文哲 並且要一起來捍衛柯文哲清白 江振興先把時間盡頭找門了 我們從昨天晚上看到你有送瑜伽店來 然後今天早上有送早餐來 那因為這個聲援很行動 可能還會持續的繼續下去 那有預計支援這些物資會到什麼樣子 就盡量幫忙 我會盡量幫忙 但是我其實他們 他們也都大家都有自發性的去買東西 那我只是盡一份心力 這沒有什麼這樣子 那你說會不會持續幫忙 我相信如果他今天押了 我們就看 因為他們黨團 可能就希望大家 對因為押了嘛 押了大家在這邊 再這樣下去 我覺得民進黨一定有話 你看今天就有人說這是非法機會 對 那他們抓到保險一定是講嘛 這是非法機會 法院外面不能申請遊行之類的 那你民進黨以前呢 你民進黨以前 你喜歡哪裡都可以機會 你喜歡哪裡都可以打警察 衝撞警察 你說這叫民主 我們這個叫非法 對 所以我盡量支持啦 我盡量支持啦 我相信全台灣的很多民眾 他們也會支持 我只是當他們的一個代表頭 大家都會支持這樣子 所以剛剛您的談話 他是不是有透露到說 你們對於今天的這個積壓比較悲觀點 那接下來如果真的被壓 你們真的是會結束這個集會嗎 這個主要的都是自發者 大家來 因為我也沒有動人 所以這個我也不了解 那現在這個問題 你可能要問民眾黨黨團 他們打算繼續怎麼做 如果要長期看他還是怎麼樣 大家打算怎麼做 這樣子 對 請問官長您剛剛有提到說 請偵查權公開 是不是跟黃國昌講的偵查不公開 好像有點衝突 我的偵查權公開就是 譬如講說鄭文燦 他壓他嘛 他一壓他的時候 他是不是發一個新聞 說為什麼壓他 可是我昨天 他有昨天有提出 為什麼要壓他 深壓柯文哲他要寫一個 他寫圖利罪 大家可以去查圖利罪 很多人就誤會 反正人民大多數不懂法律 圖利罪其實是沒有錢 但是我認為你在圖利他嘛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很牽強 那任何人都是圖利 譬如講說任何的都根 每個縣市首長只要敢蓋印章 變更農地變建地 這不是民進黨最厲害的嗎 對不對 那是不是每個都要抓這關 那個一下子弄起來幾千億的利益 比一個金華城大多了啦 誰抓一關 那蓋章的都抓一關嘛 我們四處都在 大家都在炒房啊 大家都在給建商方便啊 大家都趕快生一些地 對不對 繼續讓台灣人做房奴啊 是這樣子 如果敢蓋章 今天就是犯罪 那每個縣市首長只要蓋了 變更的啦 建築的啦 那是不是都要出事 是不是這樣子 不好意思 你剛有提到陳其邁的部分 這句句就好了 剛剛你們有提到陳其邁的部分 因為他就是 算我們可以解讀說 您算是有位陳其邁這邊 算是比較相信他 不是因為奇邁兄我也認識他 他也 他也 他也沒有 你知道嗎 人家現在把火倒上他那邊嘛 就是說他是有一千有兩千的容器人 而且他們連都委會都沒開 什麼叫都委會都沒開 就是我沒有請專家學者大家評估說這到底可不可行 他們市政府就直接一張印 他一個印章蓋了就直接變更了 那這個東西當然大家會懷疑 但是我說我嘛 以我的角度我也相信他 沒有貪污啊 我是拿來作品 我不覺得他這個人會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算他變得這麼大的容積率 比柯文哲更大 但是我也不會說他貪污啊 可是860你就說他確定他圖利他 那是不是以後變超過860全台灣收益說 是不是都要圖利都要抓你關 都要押回來押回來三天 這樣你懂我的意思嗎 他也解釋過了 他也講了 那這個案子多少人承辦 那整個北市府一堆人要進來了 這不是一堆人嗎 到現在我也沒有請他都 都委會的那不是十幾個嗎 都生押 不是你趕快辦啊 莫名其妙嘛 你就針對他嘛 其實就是很簡單嘛 這就是個劇本 在我看來啦 好 謝謝媽媽 他說請館長你相信我 相信柯文哲 一直哭一直哭 到那個哭聲已經哭到 老人家講話都講不清楚了 那我就很難過 因為誰沒有媽媽 覺得柯媽媽喔 或什麼的 如果有個怎麼樣 或是說怎麼樣 我真的覺得喔 我都說柯媽媽你 一定要優先保重好身體 我說我們都在 我今天站在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我站在這邊 我電話就一直安撫 他說我現在人就站在這裡 我說你不用怕 你不要擔心 我說我人就站在這裡 你不要哭 他一直說 他從陳佩吉跟他結婚到現在 他沒有跟柯文哲要過錢 因為他覺得他們夫妻兩個要用錢 他說他的兒子都是很獨立的 他也做得很好 他也從來不貪錢 他說請館長你相信我 相信柯文哲 他一直哭一直哭 你知道那種電話接起來喔 我今天希望在外面喔 渾身汗 所以可以證明喔 心裡會影響生理 你知道我從頭到腳啊 那種寒意啊 都冒起來 都不熱了 電話安慰完了拿給他 我心裡覺得好難過 雖然我不認識柯媽媽 我真的不認識他 我每天見面都沒見面過 接到這個電話 就是對館長 就是我今天至少啦 我覺得我站在這邊直了啦 我今天來這邊是對的 至少 柯媽媽說謝謝 你願意為了柯文哲站在這裡 我說你像年輕人怎麼去拼 你千萬不要 不要再哭了 因為你知道那個哭聲已經哭到 你知道大家都哭過嘛 老人家 你知道那個真的對身體很不好 聽電話那邊哭到 我已經真的很嚴重了 你知道嗎 那個講話都講不清楚了 那我就很難過 因為誰沒有媽媽